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嘉欣好心的頻道 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但為何我在家裡也要戴口罩呢 就是因為我家大廈外場正在維修 所以令到很大層 在家裡也要戴口罩 不知道要戴什麼時候 好, 今天我嘉欣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納米水泥籽的玉帽 試給大家看看 這個玉帽很厲害 因為它可以避免頭髮濕水 它的納水…不是納水… 你怎麼說話說得嘴巴的 媽, 我正在拍照片 拍什麼照片? 開眼燈就對了, 你看你臉都黑了 這個壞了 我先拿小朋友的眼燈給你用 不用了, 媽, 行了, 我稍後再慢慢弄 疼不疼? 當然是外場不斷轉不斷轉得你頭痛 不是吧 話說回來, 做什麼工作做得好 要搞什麼拍什麼忙, 忙碌而已 我想快點賺多點錢, 儲得首期嘛 媽媽, 說錢, 你又頭痛了? 不是, 我今天早上已經是頭痛了 什麼事?你看你頂帽子 好像金金箍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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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這頂是納米水泥籽玉帽 它叫納米當然會小一點 但它裡面很保濕的 錯了, 套著頂帽來保濕 又有頭疼, 怪不得你頭痛 有幾乎舒服的 別客氣了, 先出去休息一下, 來 我來問你, 你現在是整個頭痛 還是側向一邊痛? 是側向一邊痛 那是左邊痛, 還是右邊痛? 左邊痛 左邊痛代表什麼? 不知道, 那你又問 至我看你現在側向一邊痛 十乘是側頭痛 側向一邊就是側頭痛? 側頭痛手尾很長 英國的七姑姐是這樣說過的 七姑姐是在澳洲的 澳洲的七姑姐是這樣說過的 側向一邊痛, 手尾很長 如果銷不到這頂玉帽 真的手尾很長 我進貨回來有二千元 是呀… 先給你… 我這條竹, 你好, 毛巾又吸水又吸水 十元而已, 很划算呀 弟弟, 你吸水和吸水是同一個概念 但我這個不同 我又防水又可以補水 是兩個概念 拜託你了, 李嘉欣小姐 我想說, 儲錢和別胡亂拼錢 都是同一個概念 他再胡亂入房 你想他加家勇, 想大你的心 加什麼? 我和嘉仁說過的 Eason遲些也搬進來自來 那你多加雙筷而已 多加雙筷就是多加點菜 媽媽, 你要加油, 堅持住 不要放棄, 加油 你呢?沒有給家勇, 你別胡亂說 你別胡亂說話吧 曾經有人跟我說過 現在沒有的, 將來也未必有 人家好像不是這麼說的 你又胡亂說話吧 人家是這麼說的 肯定是胡亂說話 你胡亂說話 一定是胡亂說話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 現在最重要是先搞定你的偏頭痛 我說, 先搞定我的玉帽子 不然就真是虧了 不是呀, 七姑姐說的 偏頭痛真的會痛到吐 不是呀, 我先拿一瓶油, 你先塗 我塗什麼油? 不是你上次肚痛說給你塗那瓶油 肚痛又塗這個, 偏頭痛又塗這個 我上次牙痛, 他叫我用這瓶油來撈口 這瓶子呢, 口臭也適合 你用不著, 你用力量用力量的 不用, 用力量用力量的 這麼不需要, 戴著口罩都聞到很大股 很臭, 不行, 到我頭來有點痛 我的頭有點痛 是不是真的? 是 你究竟左邊頭痛, 還是右邊頭痛? 又難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一輯的《醫生與你》 說明是新一輯 當然也有新人加入 那就是我Maggie梁可寧 和Justin胡志遠醫生 大家好 這星期很開心 可以和Maggie一起做主持 以前我偶爾都會在《醫生與你》 當嘉賓 這次是第一次做主持 希望可以為觀眾 帶來更多更新的健康資訊 這星期我們會焦點說的疾病 就是偏頭痛 剛剛的處境劇中 女主角嘉欣在喊頭痛 懷疑自己有偏頭痛 Justin 其實我自己也經常偏埋一邊頭痛 其實我是不是也有偏頭痛 Maggie 不是偏埋一邊就叫偏頭痛 不過有很多人都是被頭痛困擾過 但未必很多人可以分得到 那種痛是偏頭痛 還是其他的頭痛 所以我就請了三位嘉賓上來 為大家詳細地解釋偏頭痛 和他的治療方法 沒錯 三位嘉賓就是公共衛生 醫學專科醫生 蔡曉陽 Jacqueline 蔡醫生也是一位家庭醫生 也有腦神經科專科醫生 歐詠智 Lisa 以及註冊中醫師 雞雄雄雄雄 歡迎各位 在未詳細解釋偏頭痛之前 大家必須知道 頭痛是有分原發性和計發性兩種 原發性即是primary 天生本身就有的意思 至於計發性就是由於外在的創傷 或者身體其他的疾病引致 而今集我們會集中說的偏頭痛 就是一種原發性的頭痛 Jacqueline 除了偏頭痛之外 還有哪些是原發性的頭痛 除了偏頭痛之外 有一種比偏頭痛更加常見的頭痛 就叫做tension headache 或者我們俗稱的緊張性頭痛 這種頭痛就是因為 譬如我們的身體休息得不好 頭、頸、周邊的肌肉很斑緊 所以頭會好像有一個罩 這樣罩著這種感覺 其實有七成的頭痛 都是屬於這種tension headache 緊張性頭痛 有一種叫做重發性頭痛 或者custard headache 這種頭痛那種痛 就是病人會覺得眼球後部 就是有很痛的感覺 有縫縫的聲音 還有它是修期性的 它是需要周圍走的 是差不多要找個地方 讓它散發了的能量 它的痛才會走 所以以上這三種就是原發性的頭痛 是的 那有什麼是計發性的頭痛呢? 歐醫生可不可以多講解一下? 其實有很多疾病都會有頭痛這個症狀 有些甚至乎是有即時生命危險的 例如是腦出血 所謂爆血管 或者是腦有發炎 所謂腦膜炎 或者是腦內的血管 撕跌了都會頭痛 另外也有些疾病 跟腦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也會引發頭痛的 例如是青光眼 鼻鬥炎 或者是中耳炎 都會頭痛的 那其實怎樣分哪一種才是偏頭痛呢? Justin 那是要靠這個抽血 還是驗腦去確定的呢? 偏頭痛呢 其實是一種臨床的診斷 是需要醫生問症 才可以診斷出來的 嗯 Jacqueline你平時 作為一個家庭醫生 你會看到很多的病人有頭痛 那你怎樣幫他們分別出 什麼是偏頭痛 什麼是其他的頭痛呢? 嗯 如果一個病人來看頭痛 我首先一定要想 他會不會是一些很嚴重的疾病 好像腫瘋 或者是生腦瘋 病人的年紀 其實已經是幫到我們 先先去想 是屬於哪一類的多 譬如中年男士這樣才算 那我們一定首先要想想 他會不會是血壓高 那所以呢 除了問症之外 我們要做臨床的檢查 那甚至乎有時候 要抽血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檢查 我們排除了這些 屬於是計發性的頭痛 我們才去想 那些是原發性的頭痛 裡面的哪一類 我們剛才說過 偏頭痛是一種臨床的診斷 除了頭痛之外 都會有其他的病徵 我們現在有圖可以看看 或者Lisa跟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偏頭痛是一個 原發性 反覆出現的痛症 所以偏頭痛的病人 通常來看醫生的時候 都已經出現過五次或以上的頭痛 另外那個頭痛通常都是單側 但是都會有兩邊 或者後尾這樣痛的情況都會有的 而痛的性質也都有一些特別的 那個痛通常病人的形容 就是會好像一下一下脹痛 好像脈搏式跳動 而痛的程度都不是輕微的 通常都是挺困擾病人的 屬於中度至到嚴重的程度 而他痛的時候 是不能繼續日常的生活的 一定可能在公司都要請病假回家 休息、休息、睡覺 而如果那個痛沒有吃止痛藥 或者止痛藥不成功止到那痛 通常都會持續起碼四個小時 可以到72個小時都可以 另外那個痛的時候 也都常見地會伴隨一些其他的症狀 例如是作嘔 嘔很多次 或者是怕光 或者是怕聲音的出現 那郭醫生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否要中了這麼多樣的特徵 才是偏頭痛 還是其實一兩樣都可以當是偏頭痛 其實就不需要中了這麼多樣的症狀 不過如果中的症狀越多的話 就是說你得到偏頭痛的機會率就越高 那我也想問問洪醫師 其實在中醫的字典裡面 有沒有偏頭痛這件事 你們是怎樣理解這個病的 在中醫的字典裡面 其實就沒有偏頭痛這件事 但是比較接近的就是有個叫邊頭風這件事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有一個持續性 反覆性和劇烈性的頭痛 中醫就會分為外感而引致或者是內傷的 而偏頭痛就會屬於是內傷而引致的頭痛 我聽過中醫師說 不通則痛,通則不痛 其實這句說話 可不可以用來解釋偏頭痛的成因呢?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在中醫理論裡面說到 因為當我們頭痛的時候 是代表我們的經絡受阻 以及氣血又不暢通的情況 那就是有些東西不通暢 所以就會有頭痛的情況 其實在中醫裡面 都會分為不同的陣型的 不同的陣型的意思 就是說用中醫的理論去分析那種疾病的一個種類 就好像在偏頭痛裡面 我們就會分成四種的 其中一種就是乾陽上抗 這個意思就是說乾火上陽的情況 它的表現其實就會是頭痛是很像痛的 就像剛才所說的 會有發發聲的感覺 那它伴隨的症狀 包括可能是眼框都會頭痛 還有它可能有些嘔吐的情況 都會比較劇烈的 另一種就是一個因為寒濕 或者一些淡飲而引致的 其實這種頭痛就比較特別 就是有些人好像說吃完雪糕 吃一些冰飲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就會頭痛 還有一種就是因為血雨而引致 所以就是… 而血雨就是我們身體有些東西 令到氣血不通暢 所以那個痛症通常會比較固定 可能它就會說 經常都是固定在一側的 這種頭痛就非常大機會 另外一種就是因為脾虛 這個可能會是因為它有些肛蜜皮虛引致 又或者因為長期的疼痛 長期的痛症 令到它的脾胃虛弱 通常這種痛症 都比較上是會隱隱作痛 就是它的痛不是很劇烈 但是只是輕微的 但伴隨的通常都會有些腸胃不適 例如會有惡心嘔吐 甚至有蛤的情況 好,原來中醫對偏頭痛這個症狀 早有研究 證明很久之前的人都會受到 偏頭痛的問題困擾 而在西醫學界方面 討論歷史亦都很悠久 最遠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 厲害,Maggie 果然做足功課 不過不如我問你 偏頭痛,migraine這個字是怎樣來的? 那我又不知道 不如問問問歐醫生 好,其實migraine是源自一個古希臘文 那個名字叫Hemicrania Hemi的意思就是一半 而Crania的意思就是頭 如果加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半個頭會有痛症 而這個名字是誰創造出來的? 其實是由古羅馬的一個醫學家 亦都有一個哲學家 他叫蓋倫 他觀察到有些病人 他半側劇烈頭痛完之後 會出現一個重複嘔吐的現象 連黃膽水都吐出來 所以他當時的理論認為 這些頭痛是因為肝有問題 引發到頭有痛症 不過近年醫學界對偏頭痛的成因 是有一個新的理論 不如Lisa和大家介紹一下 有很多年醫學界都認為 偏頭痛是單單一個血管的問題 但是二十年前開始 又有一個新的學說 就發現其實偏頭痛 是一個腦神經系統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幅圖 其實在我們的腦裏 有一個地方叫做夏氏休 也有一個叫做三叉神經血管系統 是可以掌管我們對於痛的感覺 研究發現過外來或者內在有一些刺激 影響到這兩個系統之後 就會釋放一些叫CGRP的神經傳遞物 這些神經傳遞物 是會令到頭皮的血管擴張 而引起痛楚 那叫做原發性偏頭痛 那就是天生的了 那為什麼有些人天生有偏頭痛 有些人天生有沒有偏頭痛呢 是不是跟DNA或者是家族遺傳有關呢 其實很多的疾病都是由環境因素 再加上基因遺傳因素 互相影響而出現的 那偏頭痛其實都不例外 大部分的偏頭痛都是兩種因素 互相影響之後出現的 那如果你問一些患有偏頭痛的病人 他們大概有七成的病人都會答你 我家族裡面都有人有同樣的病歷 那除了是有家族遺傳的因素之外 那Jacqueline和洪醫師 有沒有其他關於這個成因的補充呢 那在中醫角度裡面 就認為偏頭痛的成因 可以分為兩類型的 一個就是先天的因素 我們就會說是譬如品負不足 就是譬如西醫港的遺傳性 或者是他小時候 身體弱而形成的 還有一個是後天因素 那這個就包括了譬如在飲食上面 生活上面和情緒方面 飲食上面譬如有些人上期 都會喜歡吃山冷東西、冰凍的東西 會令到氣血走得慢些 或者容易有寒飲形成的身體裡面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吃一些很濃味 很甜的味道的東西 我們叫肥甘厚味的食物 其實這些都是會令到我們身體 痰濕的形成的 那另外就是在生活方面 譬如他長期居住的環境 在一個比較潮濕的地方 都會有痰濕的形成 那另一方面就是一個情緒的影響 譬如情緒經常都會比較緊張 或者在一個高壓的環境之下生活的話 都很容易有一個肝火性的完成因 所以其實保持心境開朗都很重要 其實現在在這一方面的研究 就不是太多的 其實尤其是本地香港 我們對偏頭痛的研究一些經費 各樣東西都沒有外過那麼多 譬如在美國 現在我知道大概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口 可能就會有偏頭痛的情況 但是本地是缺乏這個數據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都希望我們本地 可以有些研究去看看 在香港的人口裡面 有多少的病發率 近年醫學界對偏頭痛的成因 和病徵的理解是越來越清晰的 所以對診斷、治療方面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明晚我們會繼續跟三位嘉賓 講解有什麼因素 會誘發到偏頭痛的 讓觀眾可以盡量避免 接下來是逢星期一的 專題小環節 醫食同源 由中醫師和營養師 為大家介紹養生保健的食療 中國自古有醫食同源的概念 而現代營養學 也著重食物成分和身體的關係 所謂人與其食 養生是需要自慰 無論頭痛還是偏頭痛 在我們的生活裡絕對不可見 頭是在我們人體裡最高的位置 高高在上 而在中醫的角度裡 出現頭痛或者偏頭痛也好 必然會有氣血液亂的情況 原因可以有很多 包括可能是外風吹到 這個所謂的外因 或者是一些內部的因素 最重要我們還要看看 究竟人體裡有沒有哪個狀苦 有虛損的情況 從而去找出適合的湯水 說到治療頭痛的食療 大家一定會聽過村公添麻魚頭湯 今天為了兼顧更多有法的因素 所以我也作出了一些調整 材料包括了村公 它有活血、驅風、止痛的功用 在中醫的角度 尤其是兩側的疼痛 村公更加有針對性 而添麻就有平肝、適風 以及可以指抽筋疼痛的作用 村公和添麻合作在一起 就可以內外風兼止 由於頭痛不一定是頭部的問題 所以有兩點我想補充一下 第一件事 頭痛很多時候 跟肩緊肩痛很有關聯 所以在這個劏方裡 我特別加了割筋 它本身有解肌的作用 可以特別針對 舒緩頸部肌肉的問題 而第二點 我們說的偏頭痛 在中醫角度 跟肝膽很有關係 所以養肝和肝就非常之重要 當歸白灼本身 就能夠養肝和肝 同一時間 甘草配合在白灼 就有一個緩急止痛的功效 如果肝火飄盛的朋友 我建議大家可以加一些 下股草或者菊花下去 可以加強它 梳乾清熱的功用 最後 究竟這個劏方怎樣煮呢 其實只需要 清洗完材料之後 浸半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跟魚頭一起煮 煮一個多小時就可以飲用 記住 如果你是孕婦的話 就必須要問過註冊中醫師 才好飲用 在營養角度上來說 暫時還沒有一些有力的科研 去證明一些食物可以預防 或者減低偏頭痛的症狀 但是有一些小型的研究 就發現偏頭痛病患者 有以下的飲食習慣 這些飲食習慣 有可能就會引發一些偏頭痛的情況出現 第一個就是過量攝取的咖啡因和代糖 一些的汽水、朱古力、龍茶、咖啡 和一些運動能量飲品都會含有咖啡因 而代糖也很普遍在一些食物或飲品上出現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有沒有過量攝取一些咖啡因和代糖 第二就是高脂肪的飲食習慣 有偏頭痛的病患者 盡量都要選擇低脂食物 譬如一些肉類的時候 我們盡量都要去皮 還有記住 皮、骨、腩這三個部位 都是一些脂肪較高的食物 所以要盡量小吃 第三就是攝取足夠的水粉 以成年人為例 每天就要喝到六至八杯的清水 如果身體有脫水的情況 就有機會引發起偏頭痛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有偏頭痛的情況 我就會建議你寫下一個飲食記錄 去記錄下你偏頭痛出現的情況 持續的時間和劇烈的程度 方便你可以找到哪些食物 有機會引致到你偏頭痛的出現 從而可以慢慢減少他們的食用分量 看看你偏頭痛的情況有沒有改善 不想觸發偏頭痛的情況 當然就是要健康飲食 但無論頭痛或偏頭痛 都會有很多成因 如果你這個情況經常出現 我就建議你找回專業人士和醫生 去了解情況 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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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